视频中这个长得娇嫩水滴的大姑娘是小莲 今年27岁来自河北 而对面戴绿帽子的则是她的丈夫小蕾 如今已结婚四年 对于小莲脖子上的吻痕 她又会有怎样的解释呢 面对丈夫的质疑 小莲回答的斩钉截铁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不仅亲口承认背叛了老公 同时她还承认脖子上的吻痕就是其他男人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画面资料了解知道 小蕾和小莲是大学同学 在恋爱期间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可就在毕业之后 小莲竟意外地怀孕了 于是两人还在懵懂的年纪 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有了孩子结了婚 小莲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可没想到的是丈夫结了婚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冷淡无比 小两口每天除了吵还是吵 甚至已经达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 那么这对年轻的小两口是否能继续走下去呢 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结婚 小莲这边又是怎么想的呢 显然甜蜜的恋爱和婚后的柴米油盐生活 一下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让小姑娘一下子根本无法接受 她认为婚姻就应该是甜蜜幸福的 本以为两人磨合磨合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小莲竟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丈夫身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 长按点赞三秒钟加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2023年所有的事都可以心想事成 感谢大家的支持 你看我们俩现在的状态啊 就是完全沟通不了 一沟通的话就吵 两个人想法啊 思想还有那种观念 还有对一件事的看法都想不到一块去 话音刚落 丈夫就突然打断 她表示 七夕那天晚上原本是给妻子准备了礼物 可没想到的是 妻子竟凌晨一点多才回到家里 虽然七夕当天过了 但是能哄爱人开心 小莲心里还是心满意足的 可就在这时 小莲忽然瞄到了爱人脖子上 竟有一道男人留下的吻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发现了她脖子上有一块吻痕 当时我也没太激动 我想到最好 想到最好 然后心明气额的去问她 我说你这脖子上这块印是怎么来的呀 她也没说了 她说今天特别累了 今天不想说了 那个改天再说吧 显然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小莲早已背叛丈夫 只是到了此时此刻才被发现 那么对于脖子上的这个吻痕 作为妻子 作为孩子她妈 小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本来我们两个太长时间都已经 就是说 我跟她替离婚也提过很多次了 她跟我替离婚也提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就是 就是有那种名寸诗 你知道吗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感情了 对于这位可怜兮兮大美女说出来的话 大家感到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小莲有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不仅如此 她还表示以前是很爱丈夫的 造成今天这局面完全就是丈夫的问题 不关自己的事 她说只要能离婚怎么着都行 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你精神出户得了 那不行 说的不是气话吗 她说咱俩谁也别管谁 是吧 你爱找谁找谁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俩现在钱也AA 什么都AA 就是除了还进一个家门 看来造成今天这样小莲还真脱不了关系 可让人疑惑的是 明明小莲已经是个丈夫 是个父亲 为何说话做事从来都不经大脑呢 本以为剧情会往好的一面发展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是 更让现场的所有人震惊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你承认了这个痕迹不是他留的 是这意思吗 我承认 我说下面发生的事 然后几天之后 有一男的给打电话 我在外边他不知道 我能听见他说话 然后他就 我说话不方便先挂了 他就挂了 然后后来我就问 是不是这个吻痕是不是他的 然后你说是 然后就是他 显然 妻子在外面早就有了男人 他心想只要不在家聊 事情就不会被暴露 可终究纸还是包不住货 丈夫还是发现了 既然如此 知道真相的小蕾 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我想找那男的算账 不想对你怎么样 后来呢 他不给我电话 不过电话 然后还打我了 然后后来他还叫警察 说我对他家暴 好家伙 做错了是还恶人先告状 小蕾承认自己 确实有叫警察 可同时他认为 自己是为了赶时间到外演出 甚至觉得出去唱歌 要比这一段婚姻更加重要 本以为小蕾是时间紧迫 殊不知他竟在房间里 画了半小时装 还迟迟不赶过去 这可把丈夫给惹急了 我就想让你把电话给我 后来他调了打我 调了打坏了 我们家一个月 换了三个调了 就是他 现在上口还在这呢 他还家暴你 是吧 对 然后他打我的时候 我推他一下 他就一马打电话给110 说我对他家暴 看来真真正正家暴的人是妻子 而不是丈夫 得理不饶人的人见得多 不得理还不饶人 还是第一次见 可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上前询问小蕾 你做过最大的措施是什么 看来丈夫小蕾也不是个好人 整天在外面把妹 从来都不带闲着的 也难怪妻子会给他戴绿帽子 而紧接着 小蕾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 竟把责任都推卸到妻子身上 那女孩吧 是山西的 她一直有男朋友 她就跟我问一些感情上的事啊 还有就是工作上的事啊 我们就聊一些就是特别 她就上一发声 总跟人家聊天 聊的人都想跟男朋友分手来找他 那你告诉人家 你结婚了还有孩子 人家会理你吗 面对妻子的询问 韩先生回答的斩钉截铁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紧接着 小蕾竟再次千方百计 寻找各种理由推卸责任 那时候也年轻 刚结婚 那时候压力也大 就是那一年虽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但是一经历感情这些问题 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好家伙 控制不住自己泡妞 还对妻子恶语相对 换任何人都早早溜之大吉了 那么妻子这边又是怎么看的呢 又是什么事情导致到妻子走到背叛这一步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原来是丈夫这边不断挑战自己的底线 加上嫁过去之后婆婆的压榨 导致小蕾一下子根本无法接受 不仅如此 小蕾还表示自己被井离乡嫁过来 丈夫竟在自己怀孕和坐月子期间 三番四次去聊妹 这换谁都是无法接受的 进入他们家以后 我天天就陪着他妈一起做饭 就是没有 很少有自己的内容 我一直都是觉得 因为提前结婚这个事 我觉得对他父母有点亏欠 可能说在人家的计划之外的一个事 虽说小蕾算不上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但为了丈夫 小蕾多次低头讨好婆婆 可换来的是 婆婆始终对小蕾冷眼相待 没有好脸色 我觉得她可能这方面有原因 再一个就是这个女孩 后来她跟我提离婚 我都那时候 我都一点都接受不了 不难看出 小两口结婚这四年以来 根本就没有消停过 而随后 主持人突然向小蕾问出 最关键的问题 提离婚是真心想离婚 还是闹着玩玩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我不会说因为不冷静 我去说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你反复的在提离婚 这是你思考 我都搞法案去了 没同意 后来我就想等着半年以后 二次上诉不就能离了吗 看来小蕾离婚的心意一决 她多次给过丈夫机会 可换来的却是死不悔改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小蕾的心 早就已经在另外的男人身上 而就在这时 丈夫突然的打断 她表示还有更警报的事情要说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都说一巴掌是拍不响的 果不其然 从前面种种事情看来 小蕾有始至终都没有尊重过自己丈夫 特别是在外面 从来不给丈夫任何一点面子 于是小蕾就吞声忍气的去地下捡起那串车钥匙 屁颠屁颠的跑回车里去取钱 我打电话 我说怎么还不回来 你回去拿钱了 你干什么去了 你也不回来 你不回来 我们娘俩就在这等着 我就把电脑挂了 我之前我儿子还在那呢 那天天气也不怎么好 我还是去吧 去了就挣点十块钱 你扔我要是侮辱我 那我也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道 再不能普通的事 可小两口接下来做的事 却让现场的所有人震惊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就想带着我儿子走 他就跟我抢儿子在广场上 我就问儿子 我说你想跟谁走啊 他想跟爸爸走 然后他那个 他说你跟妈妈走吧 之类的什么的 还给我两巴掌 抢儿子 公然在外打丈夫两巴掌 这换谁都是无法接受的 然而 让人更没想到的是 丈夫小蕾并没有发脾气 而是背着书包抱着孩子 就坐公交回家去 可回到家后 小莲的一番行为 再次让所有人打跌眼镜 他完全不顾忌我儿子的感受 当着儿子面吵架 但是我特别在乎我儿子的感受 他在说一件事的时候 总是把他有理的地方说出来 但是前面他没理的地方 他只字不提 看来小莲并不承认丈夫的说法 他认为丈夫就是在颠倒是非 丝毫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 更是口口声声的说 自己比丈夫更爱孩子 我原来想离婚的时候 我想要孩子 我现在想离婚的时候 我不想要孩子 为什么 我儿子是男孩 跟着他爸爸比较合适 再一个 他要跟着我的话 只有我自己 我父母身体也不好 我顾不胜 我不想离婚 好家伙 口口声声说爱孩子 却不要孩子 殊不知这会不会是情人的意见 怕是耽误了自己未来的幸福 而这边 面对妻子背叛 不要孩子 多次侮辱自己 丈夫还是不肯离婚 他表示 只要妻子不离婚 怎么样都行 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问出了犀利的问题 而女孩的回答 连涂雷老师听了都忍不住冷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有背叛 你的丈夫吗 你指的是程度严重点的 还不太严重呢 我不知道 你怎么理解背叛 你自己 又按你的理解 那就是有过 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她了 背叛还分事情轻重 这怕不是笑坏了大家 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丈夫竟表示还能接受妻子 实在是有些可悲 这是主持人 脑破头脑都想不清楚的事情 于是便把问题直接摊在台面上说 做母亲她不合格 做妻子她不合格 做儿媳妇她不合格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呢 我觉得她有决心 这是我特想问的 我觉得她有决心做一个好妈妈 我觉得我儿子有权利 拥有一个好妈妈 到了此时此刻 主持人也不拐弯抹角了 直接强调 什么样的结果 你才接受不了这段婚姻生活呢 她真的心里边就是 有这男的了放不下了 我感觉我们家两个就 完全不可能 过没有爱情的生活 是不是 就是至于行为上怎样 无所谓是吧 对她不做家务什么的 我都可以认 小蕾还在装着糊涂耍聪明 可就在这时 主持人便问出最关键问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不不不 不要偷换概念 她如果在心里 有别的男人的情况下 你觉得不可逆 当然在行为上 她有别的男人 行为也不行啊 当然不行了 显然 丈夫小蕾还是不能接受 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 可同时 她又想妻子回到自己的身边 破镜又怎么重圆呢 对于两人的问题 嘉宾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在女孩还在怀孕期间 你就跟别的女人 有暧昧的行为 老师打单一下 那时候就是还年轻嘛 那时候也是刚 不难看出 到了嘉宾老师点评缓解 小蕾还是把责任 推到了年轻上面 丝毫不认为 这是自己的问题 可当曲为老师 再次问出的一句话 瞬间让小蕾哑口无言 家宾老师的问题 让小蕾感到十分难受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而紧接着 嘉宾老师竟把矛头指向了女孩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你们只不过是进了同一家门 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 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的家庭 能幸福吗 绝对不能 而会一次又一次的 为十块钱 让孩子受到残忍的折磨 看来 小蕾不仅仅是在婚姻里 没有爱情 更多的是为了孩子 在婚姻里久言残喘 这样的婚姻本就变了智 接着 嘉宾老师继续来骂醒面前的这位女孩 女孩 你是够残忍 为了十块钱 为了跟她置气 让孩子那么痛苦 怎么可能是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呢 丈夫的不懂事 老婆的背叛 两人的心早已不在同一个地方 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凑在一起生活 仅仅是为了一个孩子 最后 曲伟老师也给女孩最后的一番建议和意见 太不合格了 我们不谈一个妻子 因为你一定不爱她 对吗 但对孩子好一点好吗 你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 前提是你要做到一点 做好一个妈妈 好吗 而紧接着 曲伟老师转身去指责一旁的丈夫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接下来曲伟老师的一番话 直接让小蕾破坊 在节目上痛哭流涕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先没有做一个合格的老公 你失去了你的爱人 孩子就失去了他妈妈 但绝不是说以孩子为威胁 说你必须得在这个家 即使我们不离开 要为了孩子 我们要生活在一起 就是害了三个人 兄弟 既害了你 最受害的也是孩子 就在这时 一旁的图雷老师实在看不下去 一上来就斥责面前 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和婚姻期间背叛的女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男生说话呀 好像特别感悟生活 好像已经是七老八十了 其实你们两人在台上 女生所有的表现就说了一句话 我背叛 我有罪 但我无所谓 因为你自私 显然 图雷老师也认为 无论怎么说 在婚姻存续期间 做出出格的事情 这本就是不应该 而小莲口口声声所说的 已经是没有任何感情了 但这并不是背叛的借口 分明是说 你还是有罪 我们把婚姻称作为是归宿 花开才能结果 有浓烈才可能归于平淡 图雷老师表示 无论男人怎么原谅 那都不代表可以这样做 而首付倒是千古以来的一道礼节 这是怎么都不能跨越的 而随后 图雷老师转身 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小莲 以针见邪 把所有问题都看得透彻 这究竟是说了什么 一个男人 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 还没有真正的了解生活 还没有看清大新世界 他就已经遭遇到了婚姻 当了父亲 他怎么可能理解 所谓婚姻的责任 和女方的热情 面对图雷老师的指责 小莲感到十分难受 他始终都没有一点担当 在这懵懂的年纪里 就步入了婚姻 责任对于他来说 还不如去撩个小妹妹 让自己开心开心 而紧接着 图雷老师认为 女孩这种没心没肺的付出 恰恰是造成了对自身的不尊重 更得不到丈夫的重视 说生就生 说嫁就嫁 这种不谨慎和不自重 和不矜持 虽然造成了你天真烂漫的性格 但同时也得不到男生的重视 而紧接着 丈夫小莲竟还在找各种理由 他承认遇到过不少心动的女生 可同时他认为 自己只是撩撩妹而已 并没有做出有实际出格的行为 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得一干二净 就是没想过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会什么样 咱们俩恋爱那么早 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能燃上你的女孩啊 除了你之外 我还认识很多女生呢 是吧 一句还认识很多女生引起了全场的虚声 小蕾认为那些女孩自己都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 心目中还是装着妻子的 到了此时此刻 他还在不停地哄骗着妻子 小蕾还向在场的嘉宾老师们帮帮的 而就在这时 赵川主持人发话了 其实赵川主持人早就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小蕾有始至终在舞台上都没有讲过真话 这还要别人怎么帮你呢 随后妻子对小蕾说出的一番话 终于让事情真相大白 你真的吗 你一直以来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一直放不下一些东西 如果你有爱的女孩什么的 你可以去 我觉得人家真的应该活得明白一点 咱们还很年轻 看见小姑娘大滴大滴 眼泪往下掉 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谁看了都心疼 也从这番话看出了很多问题 原来小蕾心底里一直都有心爱的女人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作为妻子的她是在清除不过的 甚至还叫丈夫活得明白一点 爱别人就去吧 那么最后两人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又是否能延续下去呢 我们拭目以待 事已至此 结果已经很清晰了 妻子小莲再也没有从门前走出来 此时的她已经心如死灰 而这边只剩下小蕾一个人独自回到舞台 那么面对妻子的不回来 小蕾这边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今天感谢老师 你感谢的话都不说了 就把感谢之后的话说了 你都这么难受 你还感谢我们 你说你图什么 说实在的吧 就是难受这一小会儿 不算什么 已经忍受这种生活了挺长时间了 看来最后的这一番话 才是小蕾的真心话 感谢老师 难受一会 忍受已久 显然 如果爱一个人的话 是怎么都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也难怪主持人这边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嘴里就没有一句真心话 我就觉得 反正做人做的真实 你会特舒服 你要坚信这么一句话 儿子在身边手里还是有张牌的 如果心里还真有 那张底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打出来 行 或许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也为孩子而结婚 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本就变了之 希望小蕾能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婚姻观 而小蕾这边 也希望你离婚后 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 而不是用这种极端的做法在婚姻里久言残喘 那么 最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筹部 而形态